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我这块是做家电清洗的 但是有的粉丝问到我这个定时机的问题 因为这个定时机我也不太懂 然后我只知道定时机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可以让你不需要机领盒 解约了这个机领盒的费用和这个收视费 也可以任意想看自己想看的一些电影 或者是电视剧综艺都可以 接下来我给大家录制一段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影视一下 现在看到我家的这个电视 没有机领盒 没有机领盒 然后现在是在这个首页里面 主屏幕上面 然后我让它播放什么都可以 我随便放一个 好现在看到我的屏幕 手机屏幕打开我们的爱奇艺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随便点一个电影 或者是电视剧都可以 因为我是VIP 我可以看VIP的 我点一下 看到吧 然后点一下右上角 这个TV两个字 直接投屏上去 你看 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我直接投屏上去 现在大家看到我家的电视 已经投屏过来了 对吧 就是这样简单 好 大家刚刚看到我的操作 就是这样简单 也只是一个小技巧 但是还有很多网友 还是不懂 所以就给大家 引试一下 但一定要记得 把这个家里的这个 机顶盒 给拔掉 然后用手机 淋上自己家里的这个WiFi 就可以有这个投屏功能了 当然有的可能这个播放器需要安装这个投屏助手 你点一下安装也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